大S宣布在婚20年前偶像GG宴后 虽然已经过了好几天 但大家还是沉浸在 这股超浪漫的气氛里面 而网友们也纷纷考古 翻出许多旧画面 其实大S在自己主持的 娱乐百分百节目上 就曾多次施爱G君业 如今两人真的重新相爱 大家也超激动的说 大S自己跟本身预言 想光头会跟我结婚吗 我觉得你只要用诚意感动 他应该是没问题的 好 我很有诚意 我希望他跟我结婚 还不止在节目上的预言成证 大S2008年主演的电影《保持通话》 也因为一通电话改变了命运 都让大家觉得这个缘分 太不可思议 而回顾大S精彩的情势 网友们也笑说 跟着就是迅龙高手 除了在流行花园里 把暴龙收服 现实生活中还跟懒正龙交往 20年后再度获得酷龙 虽然两人晚了20多年才又遇到 也就让大家燃起 不相信爱情的信心 也难怪有人说 这是连小说都不敢写的剧情 竟然真实上演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